大家好,我是卡爾 那來介紹少女回戰的玉藻前Ur加 那玉藻前Ur加在日本的評價是S級的評價 那它是敏捷型攻擊加控制的 那屬於勢力是屬於時空陣營 那途徑屬性加攻擊力2%敏捷300 那故事跟外生現在是S級的表現 那在流浩、時空、亂舞、雲丁、中原跟東山、迷津 都是SS級的表現啦 那玉藻前啊 這隻它可以復活4次啊 那是它的賣點啊 然後專打這個自立型的角色 所以它打自立型角色會很痛欸 那它那個只要有debuff狀態的時候啊 那它的主動技能1就通常可以 彗星一級的機率非常高啊 就是很容易可以再觸發一次啊 還蠻不錯的啊 這隻角色 那我講它的技能 它的普通攻擊是羨媚 對水晶明敵人造成100%的物理傷害 第一個主動技能大哉2 選擇攻擊力最高的6個敵人 100% 機率是施加亂心狀態 那不受命中影響 那持續三回合 那對目標造成1200%的物理傷害 如果目標是自立型武將 那則追加1200%的物理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 那這彗星一級機率提升60%超高的啊 那生命值吸收提升60% 那如果攻擊時觸發4次以上彗星一級 那追加發動一次 琴腫最多追加發動一次 那亂心是彗星抗性降低50% 受到彗星一級的傷害提升8% 乘以亂心的持續剩餘時間 那這個真的蠻好的啊 超好的啊 那基本上你只要有debuff在的話 這隻遇早前通常就是 60%的機率讓你彗星一級的機率很高啊 那打到通常還可以補血60% 那還可以 就可以打下一個主動技能 再打出一個技能出來啊 那那個 第二個主動技能是琴腫 那選擇隨機三個敵方優先處於亂心狀態的目標 那使目標進入抗性下降的狀態 不受命中影響 那持續三回合 對選中目標造成3000%的無影傷害 如果目標是智力型武將 那攻擊必定回心一級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 那則傷害加倍 那吸收總傷害的50% 回復自身生命值 那抗性下降就是物理抗性降低80% 法術抗性降低80% 就這個技能超強的啊 對自立型武將 基本上打阿軍不死也難啦 那個傷害這麼高 那個傷害加倍 等於是 專門自立型的武將的克星 那那個命輪1會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蒼蛇極大 那生命值上限加60% 不良狀態抗性穿透加40% 那命輪3會開啟被動技能 明星被中傷時清除自身的不良狀態 和弱陰回復自身的40%生命值 那隨後返回戰場 並且使自身進入複數狀態 那持續5回合 使攻擊力最高的6個敵方 100%進入亂性狀態 持續3回合 那效果最大觸發一次 如果效果被觸發後 處於亂性狀態的敵方被中傷 那會重置技能的觸發次數到一次 那重置效果最多觸發3次 那復數是攻擊力提升20% 乘以復數的剩餘持續回合 傷害承受降低40% 那亂性是彙星抗性降低50% 受到彙星一級的傷害 傷害提升8% 乘以亂性的剩餘持續時間 那這個真的很好啊 這可以讓你復活好幾次啊 那基本上 你復活之後 你還會給敵人上亂性 那敵人有debuff的狀態的時候 那彙星一級機率打下去 主動技能一打下去的話 那就傷害很高啊 就是這個還蠻好的 那命輪5會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倉疊極大 那攻擊力加60% 把速抗性加LV乘以500 那命輪9會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或亂 自身在場時 攻擊力最高的一個敵方 傷害成熟提升30% 如果目標處於亂性狀態 目標每獲得一個強化效果 亂性狀態延長兩回合 這個超好的 這個只要你對方的主要的攻擊手 只要遇早潛在的話 他那個傷害承受就必須要提升30% 所以說他被打了 會被打很痛啊 然後他還有剛剛上了一堆的那個什麼亂性啊 還有這什麼一些抗性下降啊 就可以讓基本上那隻敵人的阻力啊 通常阻力攻擊手有可能下一盒就會被打慘了 那他的陰式技能是這個金毛玉面九尾狐 自身每造成一星彗星一擊 並有40%的機率獲得一枚落陰 那累積四枚落陰後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那陰式狀態下彗星一擊傷害提升70% 物理傷害承受降減少70% 那陰式狀態持續三回合也不可疊加也不可清除 那這個陰式技能 如果你剛剛有疊加到debuff的話 那會清一擊60% 那基本上很容易這隻就 很容易就可以觸發的陰式技能 就是說他打敵人傷害會非常痛啊 比如說這隻角色還蠻不錯的 還蠻值得把它換出來的 我一定會把它換出來啊 這隻角色真的還蠻香的 又很強 那又是對那個自立型角色 又是他的克星啊 他說我這隻應該是必入手啊 那他羈絆啊 有些羈絆 也是有四個羈絆 那有加攻擊力的 5%跟10 4%5%那也有生命值 加10%物這麼好 不過我很多都沒有換出來 所以應該是拿不到啊 拿不到他的羈絆 所以換出來也拿不出他的羈絆 也沒有用 除非我把張良做出來 就有機會拿到一個羈絆 那這樣子就會拿到 會心一擊傷害加5% 攻擊加5%還不錯 嗯 OK啦 那 謝謝大家收看啦 那喜歡的話按讚分享 那訂閱喔 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